字幕提供 KC, 我上次做了鯉魚臘腸卷 只有幾種材料就很容易做 但這裡有很多材料 其實做什麼呢? 這個菜式叫做 滋腸臘鴨炒蜆 這是美芯的臘鴨皮 已經像一粒 它需要炒的時候 皮的香味也要放進去 所以我連皮也要買 還有當然就是 小喬你剛才幫忙切的 忍腸 我知道這個要切得薄 剛剛皮師說 要切薄才可以出味 你已經切得相當好 不如這個菜式幫忙做好嗎? 真的嗎? 好,辛苦你了 好,我們開始做這個菜了 首先先把鍋子熱 然後加一點油 即是牛油再加油嗎? 沒錯,因為牛油放在熱的鍋子 會很容易焦 所以要放一點油 它就沒那麼容易焦 你看到它就開始溶 真的溶了 它溶得很快 然後就加蒜頭 蒜頭 拿一個香味 沒錯 講起香味 我們就要加我們的 滋腸和臘鴨皮 兩樣一起溶 我們先加了滋腸 好 其實滋腸本身也有油分 我們會不會遷就而加一點牛油 其實這個菜式也無所謂 這個就是臘鴨皮 我看到滋腸已經溶了 而且你看到那個味道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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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臘鴨的香味 然後就可以給蜆 這個 這個 因為有水 所以大家小心一點 炒到什麼時候會為之 可以做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當它開口 快點 快點 你看到有些已經慢慢開口 我想問這個時候 不用焗嗎? 不用焗的 你會看到下面越來越多汁 因為蜆裡面會有些 它自己的汁會走出來 其實臘腸炒蜆就是一個葡式的煮法 它就用葡國臘腸 但是我把它改良 就用這個蜆腸 你看到是不是 陸陸續續越開越多 是 越開越多 越開越多 接著就加白酒 加白酒之後 你會聞到一股酒精的味道 很像鼻 那什麼時候為之OK 你就開始聞不到酒精 因為你等白酒的酒精揮發了 剩下糖分 這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我想快點吃 對 慢慢去 慢慢去 越開越多 你看到差不多了 我們就開始加Basol Basol是怎樣加呢 你看到這裡是一塊塊圓塊的Basol 我們要把它撕爛 為什麼要撕爛它呢 因為Basol的味道 你撕爛它才會走出來 哦 這樣就撕爛它 放下去 接著就 蓋上蓋子 焗住它 這樣就可以了 焗半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到呢 又有一個特色 我們又是沒有調味的 對 沒有鹽 沒有糖 什麼都沒有 話說話已經OK了 2、3 哇 全開了 你可以聞到那個很香的Basol味 對 很大的Basol味 最後就是Basol味道 我想因為有白酒和Basol 對 然後有一點exhaustic的感 沒錯 有個感覺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潤腸辣鴨炒蜆 潤腸辣鴨炒蜆 這樣就完成了 原來超熱 還有這個時候有白飯就好了 其實除了白飯之外 拌麵或者拌意粉都可以 喂 我都吃的 我都說 我都說 我都搞我都搞我都搞